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是赵成侯去世 赵国发生了内乱 我们重点来看第一件事 公孙杨的第二轮变法是从迁都咸阳开始 这件事在秦国发展史上意义非凡 迁都本来不算是什么新奇的事 战国诸侯经常迁都 必须不断调整政治中心来应对局势的变化 从史记秦本记来看 秦国早年建都西锤 位置大约在今天的甘肃省拢南市里县附近 里县的大谱子山发现了秦仁墓葬 祭祀坑和大型的建筑基址 已经被开发成了一个遗址公园了 西锤严格来说 并不是秦国的都城 而是早期秦仁的定居点 到了妃子时代 秦仁从西锤出发 向着东北方向迁徙大约一百七十公里 迁到秦义 位置大约是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 张家川赐着县瓦泉村一带 当地也有大量的秦仁墓葬 后来周幽王烽火系诸侯 西周时代结束 平王东迁 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 前面讲过 在周平王迁都的时候 秦湘公排兵一路护送 继续为周王室效力 所以周平王封秦湘公为诸侯 赐给他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 秦国至此才算正式建国 秦湘公带领族人 越过拢山挺进关中 先在千水沿岸建都 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 拢县边家庄村 当地有秦仁的墓葬和城市遗址 秦湘公在千帝建都 短短十一年后就开始迁都 沿着千水向东南走 建都千位之会 这个也就是千水和卫水交汇的地方 没过多久 秦人继续迁都 迁到平阳 这可不是韩国都城平阳 韩国平阳在今天的 陕西陵墓一带 秦国平阳在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 到了秦德宫时代 迁都雍城 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 凤祥县城南 雍城遗址 已经被充分发掘出来了 城建规模很大 城墙东西长三千两百米 南北长三千三百米 基本是个正方形 面积左右十一平方公里 大约相当于十五个故宫 秦人迎建雍城 可谓下足了本钱 传达出来的意思是 这里太好了 再也不想搬家了 雍城的地理位置 确实很好 处在关中平原西部 东边不远 就是周王朝的发祥地 齐山 雍城地势较高 空间开阔 北陵千山 南陵雍水 这是一个背山面水的经典格局 建好雍城之后 秦人两百多年没再迁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雍城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了 所谓劣势 倒不是雍城本身的劣势 而是因为秦国的势力 不断向东推进 乡行之下 雍城的位置就显得越来越偏西了 不方便 我们看秦人从西锤一路迁到雍城 大方向永远都是在向东 雍城虽好 但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秦人只好继续迁都 先后迁到京阳和岳阳 岳阳的情况前面讲过 公孙阳主持秦国的第一轮变法 地点就在岳阳 公孙阳开展第二轮变法 首先就把都城从岳阳迁到咸阳 当时的咸阳 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 魏城区的滩毛村和瑶店一带 这里发现有咸阳故城遗址 从岳阳迁都咸阳 不是东迁 而是西迁 向西方偏南 大约迁移了七十公里 咸阳退回了京阳所在的京都 位置就在京阳的正南 秦人迁都这一回 为什么走了回头路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不过定都咸阳之后 秦国从此安定下来 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 再到秦朝灭亡 一百四十年间再也没有迁都 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 公尊阳当时迁都咸阳的理由 但从事情的结果来看 不管迁都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这些理由一定非常站得住脚 咸阳 为什么叫咸阳 胡三行援引三府黄图 和三秦记给出了一个解释 说在空间方位上 山南水北为阳 咸阳地处九宗之南 占了于阳 同时也在渭水之北 又占了一个阳 所以叫做咸阳 咸是全部的意思 三秦记我在前面讲过 它是古代的一部陕西地方制 三府黄图也叫西京黄图 搞不清作者是谁了 成书的年代也很模糊 很可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 唐朝人还做过增补 三府黄图专门记载 秦汉年间的都城建设 所谓三府指的是汉朝长安一带的三个行政区画 分别是京兆尹 左平义 右福封 所以凡是研究咸阳长安一带的地理 三府黄图被引用的频次非常之高 三府黄图和三秦记 一道解释了咸阳的德名 既有权威性又很合理 但问题是 刚刚讲过的雍城 北陵千山 南陵雍水 不也是既在山之南 又在水之北吗 为什么就不叫咸阳呢 管子有一段内容 说凡是建立国都 选址要么在大山之下 要么在大河之上 如果地势高 就要保证水源充足 如果地势低呢 就不要离河太近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根据山河形式来安排建设 所以城郭和道路 都不必追求横平树枝 古人建成 很喜欢选择山南水北的位置 伊山傍水最宜居 风水先生还把这种格局神秘化 专门取了一个术语 叫藏风聚气 还变化出各种细节 今天哪怕是桶子楼的住宅 户刑和室内布局里的 所谓藏风聚气的迷信门道 源头都在简单朴素的 伊山傍水 山南水北的聚落悬址传统里面 问题是 如果山南水北就该叫咸阳的话 好多城市那就都该叫咸阳了 战国时代的咸阳周边 并没有半点黄土高破的感觉 那里土壤肥沃 河道纵横 但无论这里的条件再好 我们也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 秦国定都咸阳也就罢了 可为什么自从定都咸阳以后 无论秦国怎么向东方扩张 乃至秦始皇统一天下 建立大秦帝国 这个国都怎么一直都在咸阳呢 位置会不会太偏了呢 而且秦国历代迁都都在配合着东晋的步伐 为什么当东晋的步子都跨到了渤海了 国都却还是不跟着东迁呢 对照一下周朝 虽然发祥地就在今天的陕西 一开始定都啊 也距离咸阳不远 但随着周王朝的版图拓展 周公很快意识到位置太偏的问题 为此不惜亲自东行 迎见东都洛邑 周公的考虑非常实际 洛邑位于天下的几何中心 四方诸侯要来朝贡的话 路程差不太多 秦人和周人的做法 哪一种更合理呢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再见